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节目打下来的口碑依旧还在 所以看的人也依旧很多 有多少观众 是一记都没有落下的呢 应该有不少吧 跑男时从还没开播之前就被受瞩目 有人奔着元老级成员 有人奔着蔡徐坤 也有人奔着新来的白鹿跟周深 当然 也有很多人是奔着飞行嘉宾而来的 为了打好跑男时首播的第一场战 节目组更是在原有的固有嘉宾的基础上 邀请来了五位飞行嘉宾 12个人的强大阵容 直接撑起了整个节目的流量跟话题 而他们也完全没有让观众失望 特别是白鹿 放开了玩游戏 丝毫不做作的性格 一下子就征服了不少人 一直以来 人们对现在的跑男总是带着一种失落的情绪 因为嘉宾阵容的变动太大 从邓超 陈鹤 陆寒 李晨 郑凯 杨颖 王祖兰 到现在的经常更换固定嘉宾 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再一次看到老成员们的合体 可惜邓超 陈鹤 陆寒 已经成了跑男的过去式了 多年来都不曾回归的他们 或许以后也都不会再出现在节目中了吧 2014年 跑男节目第一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以新颖的撕名牌的方式 成功抓住了大众们的眼球 邓超等人 也凭借自己幽默 有趣的综艺感圈粉了不少观众 从二位节目的口碑奠定了基础 一个是外综艺真人秀 能够延续播出的时间 其实很少有超过五年的 可跑男却偏偏是个例外 从2014年到现在的2022年 跑男从第一季跑到了第十季 也已经录制了八个年头了 这时间还真的不算短 而他也早已经成了浙江卫视的王牌 成了观众眼中的老综艺 对于现在的大多数还在坚持看节目的观众来说 大家看的不仅仅是节目 而是一种情怀 一种习惯 只要更新 人们就会条件反射去追 所以 即便是老成员四分五裂 可是对很多人来说 看跑男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这些年来的跑男经历了很多非议 但每一季的数据都不算差 远远畏惧其他的综艺节目之上 如今跑男时上线 在被不少人唱衰的情况下 在豆瓣被刷了很多差评的情况下 他依旧还是可以占据热度榜的第一 拿下首播收视率第一两大冠军宝座 还真的不愧是你们追了八年的王牌老综艺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